接著我們要來看的是 剛剛呢 是替換這些材質 那 可不可以 替 直接 把外面的模型叫進來 當然可以 對不對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之前在 Adobe的Dimension 也曾經去找過 兩個網站嘛 沒有印象吼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裡 在這邊 我們以前在 任務這裡 有免費的那個 好像是放在第二個裡面吧 應該在Dimension那邊吼就是有那個 模型吼那 我們 SYOME 3D一樣可以用喔 那怎麼去 使用呢 使用方法 基本上是相同的 那 這個地方 你可以打開老師整理的那個 就是 SYOME 3D的教學網站 我看一下我放在哪裡 應該在 這裡吧 在這裡 在我們OneNote的任務 這裡面 第一個任務 第一個任務裡面 這裡 當然你也可以進老師的部落格 你從右手邊 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邊 你從老師的部落格進來 好 找到左手邊 左手邊這裡 就可以找到 3D設計跟你想不一樣 就是那個網站 你看我們進來之後呢 在右上角這邊 有沒有免費的 3D模型 跟材質的資源 如果你的畫面比較小 就會在更多裡面 這裡就我們上次介紹的兩個網站 那麼其實下面還有更多 但是呢 相容性來講 最高的 還是我們之前的 SketchUp 那個 3D Warehouse 這是相容性最高的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這個 Archew3D 好 那你繼續往下走 還有 可是下面的相容性就慢慢比較差一點 像這裡呢 官方他也有提供一些 可是各位這些你都不用找 因為我已經都把你匯進去了 就是如果你使用的是那個免安裝版本 或是之前你有改過的 你看 網路上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 這些3D模型 好甚至呢 3D的材質 也很多 3D材質這裡也有很多 所以 其實你都可以用 那 我稍微補充一下 這裡我看到一個 之前沒有特別講的 就是在這邊 其實我有在那個Pintest 整理一些 貼圖的材質 在這裡 你可以從這裡打開就可以看到老是整你的 材質材質 貼圖材質 在下面 有沒有 好這些材質呢 其實比如說你那個做 那個牆壁的 有沒有 地板的 Pintest上面其實很多 但網路上你可以找 好那 這些很多他們都是所謂的 無縫拼貼 也就是你拼貼起來 你看不到中間那 就是中間那個縫隙 甚至呢 有一些比較卡通的 像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席嘛 就是草席的 你看像這一種的 你要做馬路也可以像這樣子啊 就把它貼上去啊 那這種 石頭路也很OK啊 這個也都常見的 你用這種方式做的 其實看起來會更逼真 第二個是 我裡面也有一些 像那個比較 有沒有像遊戲式的 像這種遊戲式的 也可以嘗試看看喔 比如說像 這個屋瓦的啊 還有像這種牆壁的啊 效果其實都會很不錯喔 你看像這一種的 所以 你都可以稍微嘗試看看 當然在這邊的話我們還是強調一下 Pintest上的 他基本上 版權的部分 可能要點進去看才知道 到底可不可以作為就是 商業用途 原則上個人用途應該都還好 做練習使用比較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拿來做商業用途 就一定要再確認一下 有沒有像這邊你要 你們家的那個步道啊還是牆壁啊 想要用這樣子 效果都可以喔 OK好所以這個是在補充 分享一下 在 我們的那個 自由用3D的第13堂裡面 老師也有分享一個這樣子的 好 OK 那我們回歸到剛剛這邊來 我們先找 這個 3D Warehouse 因為他的相容性最高 是 水用3D的好朋友 你在這裡面 我們上次有跟各位介紹過 這個網站呢 你必須要做一個 登錄的動作 才能夠下載下來 好但是找的時候當然沒問題 好就是可以 找都OK 也可以用中文找 好如果你需要中文的介面你就捲到頁面的最下方 在這裡 有這個 對不對 可以從這邊把它切換成我們中文的介面 至少選單會變中文 至少選單會變中文 然後呢你就可以找找看 在裡面 有很多 也可以用中文找 不過用中文找的 老實說 就是 資料會比較少 好比如說我們來找找台中火車站吧 沒有 因為他的台不是這個台 沒有 找模型這裡 如果產品沒有你就找 模型這邊 因為他主要是模型可以匯進去 有沒有 好這裡有兩個 那如果我要這一個 點下去 好在這邊 我就可以按下載 但是因為我剛還沒有登錄 所以我在這裡的話 必須要先登錄一下 OK我就登錄 Google帳號 好重新再進來 記得這邊要下載的話 跟我們之前用 Adobe Dimension不一樣喔 因為Dimension的話他是支援他的原生格式 所以你可以直接使用這個Sketchup的原始檔就好 但是我們使用3D他並不支援 Sketchup的原始檔 所以你必須要用Croda 或是Google地球的格式 但是因為現在Google地球格式比較少啦 所以我們原則上共同的格式還是 是以Croda這樣的 檔案格式為主 所以我就可以點一下這一個 那他下載下來會是一個ZIP的檔案 好 你看我這邊下載完了OK 現在呢我就會回到 我們的Suite Home 3D 那要怎樣把它匯進來 請找到家具這裡 在Suite Home 3D裡面他把模型稱作家具 因為他主要是做室內設計嘛 你可以找到有沒有一個叫插入家具 就從這邊按下去 接著呢你就可以把你剛剛的那個 壓縮檔 不需要解壓縮 不需要解壓縮 因為他認得ZIP 可是如果你是其他壓縮檔 比如說 RAR 或者是7-ZIP之類的那就不行 他只認得ZIP 我就按著 丟過去就好了 有沒有丟過來 放開 那 進來的時間多久 有時候看你的模型的複雜度 像我剛剛找的那個台中火車站 他其實打模型檔案是比較大的 所以說他會進來的時間 這裡可能要等一下 那 利用在等的時間 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你如果說要 找那個模型進來 我會蠻建議大家就是 先找 不要那麼完整的 比如說你要找椅子 你要找桌子 你就 找單一個 家具的 這樣的話呢 你進來的話比較快 你看這裡面有很多 有沒有他也有建好的 這個 模型 那 假設我要找桌子 你可以用中文但是用英文會找到更多 好 記得找模型這邊 你如果找產品 這個檔案會下載不下來 或者是會不進去我們的SWM3D 所以你找模型 看看有沒有什麼樣的桌子 你比較喜歡的 好比如說你喜歡這一個 那這個很單純對不對 點到他按下載 一樣 我們就找到我們的Cloda 這種共通的 3D模型檔案 下載下來 好在這邊有沒有這種小很多 那我們現在回到我們SWM3D 剛剛的已經進來了 對不對 好下一步 他會請你再確認一下 各種角度 正不正確因為有的模型進來的時候他可能 方向啦 有可能會顛倒 好我們再確認一下好繼續 接著就要留意一下囉 他在這邊告訴你 來請問你的 模型要叫什麼名字 再來 你進來的時候他的預設的大小 你可以發現這竟然真的很大一個 雖然他是 就是那個 模型但是 事實上他的尺寸還是蠻大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尺寸變小 第二個呢你也可以在這邊 假設你希望以後不要那麼麻煩 我希望以後就像我們剛剛 從外面這裡 就從他內建的模型直接把模型 檔案直接叫進來 你可以在這個 增加到目錄這裡勾起來 那你就可以自己選擇 我要放到哪一個目錄裡面去 如果這裡面沒有 你喜歡的 你想要建一個自己的 你可以自己在這邊建一個自己的 目錄名稱 他如果在這裡面找不到的 就會自動幫你建一個目錄名稱 這樣了解 那這個地方我就把它縮小一點 因為這個5000多公分 會把我們家壓垮 所以我們500公分的 小模型就好了 500公分其實也蠻大的 再小一點好了 300 OK 下一步 完成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你看 這樣 有沒有匯進來了 還好只是把我們的 那個石頭壓到而已 在這邊所以你就可以移開一點 把它拉來前面 不過各位要留意一下就是 當你的模型越大 匯進去的時候你的 電腦要跑比較久 所以自動就比較慢一點 你看他這個模型裡面還有人有沒有 所以他會大是有他的原因 那 我現在呢再匯進一次喔 加劇 插入加劇 我們來找剛剛那個 桌子 這個檔案就快很多 因為他的模型數量少很多 所以就很快 180公分 繼續 繼續 所以這樣這個進來就沒問題 來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 那一樣的 你要換材質就兜兜 點兩下 換到材質 這裡面你看這個邊 然後呢 還有這個顏色 這裡有一個邊倒是你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有的模型進來啊 他這個 邊緣 就是會有這樣黑黑的 就是這個Edge 所以如果你希望這個不要出現 我們可以把它設為所謂的不可見 有沒有發現我們 家具的這個黑色的線條不見了 我們剛剛是直接用紋理嘛 但是我也可以把那個 材質直接設為不可見 那你就會看不到他就變成透明的 這樣我再放進來放進來 這樣就會 恢復原本的材質 這樣有沒有問題 OK嗎 所以 同學呢你可以稍微試看看好不好 你可以 從那個 3D Warehouse 好 叫進來 他基本上是 就是最 符合 我們使用3D的 95%以上的模型 都可以揮進去 但是要記得他跟Dimission不一樣 他沒有支援他的原生格式 所以你要使用Clorida 或者是Google地球 我們給大家稍微練習看看好了 好吧 我們請用這支援這個 這一支援給大家 我們要下一個 我們未來做什麼 這支援給大家